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斯增长歌的生平和演出作品。 以下,我们会继续介绍新马斯增所拍过的电影。 1966年,制宫斗八仙,式制宫。1967年,新马仔蒙茶茶吻食,式马有墙。1967年,怪合一枝梅,式梅有。1967年,蒙茶茶吻老婆,式朋友墙。1967年,麦当姐,式周卓坤。 1967年,新马仔拍拖被欲,式马正常。1967年,飞过跌落坑渠,式飞过。1968年,痴线世界,式里长。 1968年,蒙茶茶发达,式吴得志。1968年,疯狂沉金记,式马路长。 1969年,得了,式马祥。1988年,继续跳舞,式唐人街。 各位,以上就是新马斯增所拍过的电影。 跟着,我们会讲述和新马斯增相关的人物,和他们的关系。 法妻,梅丽芳,离二,后改嫁,移民美国。二妻,梁添添,二十九岁因肺病早逝。 三妻,蔡珍珠,离二,葵三子移居英国。 其所生三名儿子,分别为,长子,邓绍佳,是专业人士。 次子,邓绍洪,为医师。三子,邓绍康,为律师。 四妻,洪金梅,小寇,洪家泉,洪泉,小姨,洪国华。 洪金梅所生四名子女,分别为,邓绍专,邓绍荣,邓绍荣,邓小艾, 原名,邓翠玉,及邓碧玉,新马斯增的影视媒体形象一。 金像奖歌曲颁奖典礼,1988,由盧凯彭扮演新马斯根,模仿新马斯增。 二,欢乐今宵,由廖啟致饰演长歌。 三,九七变色龙,1997年电视剧,由罗清浩饰演长歌。 而剧情上,则以罗家堡饰演的冯德昌,影射新马斯增。 四,娱乐插班生,1995年电视剧,由关海珊饰演何宇大,影射新马斯增。 五,同欧同报,2005年电视剧,由郭俊安饰演邓伟长,影射邓永祥。 六,全家福陆寿,2010年中艺节目,由黄祖南模仿新马斯增。 七,精装难兴难帝,1997年电影,由张达明饰演新马佬,影射新马斯增。 八,鬼马狂想曲,2004年电影,由苏智威饰演长歌。 各位关于长歌的生平事迹,和他唱过的曲目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简单讲讲长歌死后,他的家人互相争俗长歌的遗产的事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啊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啊N与啊N频道,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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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。